如果你有那个卡的话 你可以用这边就可以开门了啦 这边是有个可以调整以备的这个电动的按钮 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呢要带大家看一辆新车 这辆新车呢就是即将在马来西亚发布的这个2024年的OMODA C9 这辆车它的入门价格呢是18万5千令吉起跳 2.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还有很豪华的质感 那么这辆车值不值得今天就带你看一下 那么其实这辆车在中国呢它是叫做星图妖光 它是under这个星图品牌的豪华车款 所以它整体的内装质感不差 如果对比起中国版本呢它最大的不同之处 就是这个前面的logo这边变成OMODA 在中国它是这个SN星图啦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水箱护装哦 其实跟这个OMODA 5是很像的这个设计 然后它的头灯组是一个连贯式的Taylight 然后还有Projector的设计 这边也叫做Premium Vision 所以这个车呢它晚上的时候亮起来 它的车的效果是很好看的 然后前面呢你可以看到它有个雷达 加上它挡风镜上面的这个camera呢 组成这个Level 2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啦 所以这台车不管你是买到哪一个variant 你是买到前轮驱动还是All-Wheel Drive都好 它都有Level 2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那么这辆车呢是一个隐藏车把手的设计 然后呢它这边有这个MFC的logo 也就讲如果你有那个卡的话 你可以用这边就可以开门了啦 就是可能不需要钥匙用卡就可以开门了 那么在轮圈设计的部分呢 我觉得这个轮圈设计还不错下 就是你可能平常你洗车的时候 会洗到辛苦一点啦 因为太多这个横幅啦 然后它是一个双色的设计啦 这边是一个比较MAC Color的这样 然后呢它直接来给你米其林的轮胎 但是我觉得很好奇的是 它为什么是给E-Primacy E-Primacy不是电动车用的咩 这辆是一个2.0公升的涡轮车款来的哦 不过没有关系 它的轮胎尺寸是245 50 R20 比较大一下啦 日后换轮胎这个费用肯定不便宜 可是它有这个红色的刹车可言 看起来这个运动感比较强烈啦 然后大家看到这边有发现一个点了 就是这辆车呢 是采用一个MAC Color的这个车身设计啦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蛮好看一下 主要是耐肮脏 然后呢该有人告诉我呢 这辆车叫做C9对不对 这样子我就是杀手 C9杀手 那么这个就是OMOTA C9的车尾设计风格 我自己是觉得这个设计风格我很喜欢 比起车头我更喜欢车尾 尤其是这个微灯组 这个微灯组现在大太阳底下看 你可能没有这样明显 可是在它这个弱光的情况下 它一亮起整辆车的辨识度会很高 远远看过去你就知道它是一辆OMOTA C9 然后呢它的第三刹车身在这边 然后是有一个比较机甲风格啦 就我不知道这个 最近中国的品牌啦 就很喜欢这种机甲风格的设计 然后它在外面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不会被折到 所以你在踩刹车的时候它是亮起来 你看得到 然后这个Spoiler的设计我也是很喜欢 然后这边是写着OMOTA C9 然后它是有这个自动开门的功能啦 就是你按一下它整个boot就会打开 但是当它打开之后呢 我会觉得它的这一个开口会有点高 如果是讲平常你可能要搬中 或你要放在后面的boot的话 那么可能就会有一点点问题啦 但是你打开张板之后呢 它下面是有一个全尺寸的备胎 这一点我就要给好评 另外它旁边这边哦 它收了一个低音炮 也就是subwoofer啦 就是讲平常的话你这个 你在听歌的时候它会有那种 砰砰砰的感觉 还有最后一个重点就是 这点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点啦 就是 这个wiper 哦 很容易投一下 我一拆就没有了 然后wiper 就会给它拿掉了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OMOTA C9的特色之一啦 就是这个2.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245HP 峰值能力表现400Nm 然后它配备的是巴苏的变速箱啦 然后呢它这边有这个farmu drive 跟这个overview drive可以选择 如果是farmu drive的版本它的售价是185,000令吉 如果是overview drive版本是195,000令吉 那么大家觉得这个价位怎样 我觉得如果是这个价位 你可以买到这个2.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其实是比较难找到的啦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它最大的买点 你觉得呢 影片下面留言给我找 OK啦 这个就是OMOTA C9的整个内装的铺陈啦 其实呢这个内装设计就跟星图妖怪是一模一样的 它跟OMOTA 5相比的话呢 其实它真的设计好看很多 质感也好很多 首先呢就是这个中控的部分呢 它整个就是很有那种飞机坐船的感觉是不是 因为它整个凸起的感觉 所以你在驾驶的时候 你在操控它其实是很揪手的 然后它保留了实体按键 就是这边呢你可以控制这个冷气的风量 这边你可以控制冷气的温度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驾驶模式的切换 我是很喜欢这样的设计风格 保留实体按键原永就是最赞的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这个steering 的设计呢 也跟这个OMOTA 不一样啦 它就是整个是比较蝴蝶翼的设计 然后上面是一个button 我不知道它是触控式的还是button来的 然后上面有这个Level 2 半自动驾驶辅助的控制 还有这个SEC 主动式定速巡航 然后它有这个车道维持系统 还有自动紧急刹车 还有远近光灯自动调节等等 然后呢在前面呢就是一个双联屏的设计啦 前面是数位化仪表这个就是主机 然后这个主机基本上是流畅度还OK 然后它在左右两侧分别还有一些快捷按键 就是这个dobo 环降 还有这个360度镜头 然后这边就是控制音量等等 都是触控式的 然后这边大家都知道中国车一定会有 就是它会把这个整个中控拉高 然后这边放个置物格给大家 旁边这个座椅是有老板件的设计 然后如果是讲以这个座椅的姿势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座椅的舒适度是OK的 我的身高181 我坐下去的话 我的后背会被支撑到 然后我可以很Enjoy的开这台车 然后前面还有一个抬头显示器 然后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这台车全车系标备CDC主动式悬吊 也就是讲它会根据这个驾驶模式 来切换这个悬吊的软硬 如果你要Comfort的话 这个悬吊就会有个比较软的表现 你要运动它就会比较硬的表现 如果在跑的时候呢 比较硬的表现就会给你更好的操控 但是这个选吊以后更换到前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啦 那么我该忘记跟我们的读者朋友讲 就是这台车呢 其实定位是在V-Segment的SUV 它的车身长度大概是4600多 4700多左右 轴距2800 所以前面调整大楼的表现坐着之后 看后面的空间表现 超大超宽 坐三个大楼都没有关系 而且它上面有一个全景变中的关系 所以呢 这个头部的压迫感并不会很重 然后可以看到这边是有一个 可以调整椅背的这个电动的按钮 帅嘛 它连这个椅背调整都是电动的 所以它的定位是真的超滑的 然后这辆车呢 还配备着这个Sony的音响系统啦 所以它还给你一个很好的听觉感受 后面的冷气出风口呢 它是可以单独调整风量的 但是温度就要前面调整啦 然后呢 后面还有这个通风座椅的功能 然后讲老实话 这一个空间表现我是真的很喜欢 够大超大非常大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在意空间表现的朋友呢 那么这台车应该会很适合你 跟你讲喔 它的冷气出风口 除了这里之外 在BP的这边也是有这个冷气的出风口 然后呢 它前后左右四个门呢 都是这个电子门把 在这边按一个button 本就可以开了 然后 我知道我讲到这边呢 会有朋友讲就是 如果这个电子button坏了 怎么办 不是开不了门 也不用担心 它除了这个电子button之外 它这边还有一个实体的button 一样也是可以开门的 OK 各位朋友 看完这个Opoda C9的这个新车介绍之后呢 有什么感想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 都不知道啦 不过呢 要跟大家讲 因为这个C9呢 它是一个定位豪华的品牌 所以它并不是我们平常想象到的那种SUV啦 你真的要去试驾过 你知道去体验过 你才会知道它的质感到哪里 其实这台车我之前在中午看过了 所以对我的这个冲击感可能没有这样大 只是我相信对你的话 你应该会 WOW OK 所以记得 如果有车的话 就去看车一下 你会知道这两个特别在哪里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见 是 Driving 50 lasiger台 你应该可以帮我 divorce 我们下一次 你应该帮 entrepreneurial